各位聽眾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Session主題是 Deep Dive into Compose Immutable and Stable Annotation 那我們歡迎彥斌為我們帶來這次的Session 好 其實這次的主題我是先訂的 然後我一開始是有先看一本書 然後就是講說這主題應該蠻有趣的 然後我就訂了這個標題 後來想說其實我越準備越發現 這個內容好像跟這個標題有點越差越遠 那後來反正我有在投稿投稿JCconf還有那個MobCon 所以我就想說這次標題訂得不太好 我就是請TradeGDP幫我產生一個好的標題好了 那他幫我產生這個標題我覺得很棒 那標題叫做Leveraging JPEG Compose Understanding its Declarative UI and Performance Capability 就是我最主要想要講的是類似這件事情 但是這還是有點冗長嘛 那如果我會讓大家知道今天30分鐘到底在講什麼 可以看這個 Recomposition到底在幹嘛 對 我今天主要講的是就是這件事情 好 今天主要Outline是一開始要介紹JPEG Compose 然後Declarative UI 有人想問一下有寫過JPEG Compose可以幫我舉手一下嗎 好 滿多一部分 所以應該等一下前面介紹可以快一點 還有接下來會介紹那個最主要核心的Rendering的mechanism 還有叫Recomposition 那Recomposition背後到底做什麼事情呢 然後接下來最後是大概看一下JPEG Compose Compiler的Source Code 到底有做什麼事情才可以讓這些魔法可以發生 好 來 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彥斌 我是在Piclodge工作 然後現在是一個那個Android台北的這個Event的host 平常有在各大社群有在做演講 所以就是去年也有演講 就是演講Contest Receiver 如果上一場還有在的話 就可以開始demo那個預防 好 那平常下班之餘我會去當 我會去跳舞 然後不知道大家知道Swing Swing是一種雙人舞 然後我跳地板也跳滿久的 是一個B-boy 然後最近在學空翻 就是這個 學後空翻 給我去 可以大家一起跟我一起來上課 好 那這個 還有這次的投影片也是臨時加的 我常常想 對 我有出一本書耶 那還是來工商一下 就是 如果還對今天的主題有覺得還不錯的話 可以來贊助一下 就是幫我買一本 對 主要是在做Android架構的 好 開始進入今天的正題 JPG Compose是什麼 JPG Compose是一個新的UI框架 大概是兩三年前正式release 那這個UI框架跟傳統的UI是有什麼不一樣的 主要是因為 主要是它是Decorative UI 那Decorative UI跟之前的差別又是什麼 Decorative UI主要就是它用來 它可以直接用程式碼來描述 這個UI是做什麼事情 譬如說我要一個Button 一個按鈕 那這個按鈕它是什麼形狀 它可能是一個Rounded Corner 一個有圓弧的Corner的形狀 然後它的筆觸有多深 它可能兩個DP這麼寬 然後它的顏色是什麼 然後它可能高度有多高 然後它padding的value 設0 設0有點奇怪 可以設8 然後裡面可能可以裝什麼 這個Button裡面也可以裝字 然後字裡面的內容這樣子 那這個是Decorative UI的一個特性 那傳統的UI的特性就是我先去建立一個Button的Instance 然後去找它 去找到那個Button之後 我要再去setText 我要再去setShape 然後再去setUncreatedListener 就是任何東西再去做Getter and Setter 那這個就是比較imperative的做法 就是跟這邊是相反的 好 那Decorative UI 那大家通常是怎麼去update UI的 通常就是後面有一個東西叫做ViewModel 但其實這後面是不是ViewModel無所謂 主要就是後面有一個想像是一個比較後段的東西 去更新狀態 那這個狀態是什麼耶 等一下會講 那狀態就是在繼續更新到一個你的UI上面 那以這個為例的話 我以我們App 公司App為例 如果是這個畫面 這邊有一個標題 然後這邊有各式各樣的圖片 那這個可以怎麼去描述它 我們去描述它的時候可以描述說 這邊有一個title 然後這邊這幾個東西是sticker 所以可以用list stick of stickers 去描述這邊的這些東西 所以這些東西組合起來就是一個state 那把這個state全部一包傳透去的UI UI可以幫我去做render 那這個大部分就是我們JPG Compose在做的事情 那如果我想要換不同的圖片怎麼辦 那沒關係 再塞下一個state 然後只要改裡面其中幾個sticker就好了 那這主要是JPG Composeupdate的方式 那除此之外還要做哪些事情呢 JPG Compose有幾個terminage需要先講一下 一個叫composition 那composition主要在所有的事情是 我要把UI render出來 那UI render出來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在所有的UI框架裡面 大家都脫離不了樹這個結構 那可以參考一下這邊 這邊這個螢幕其實我是從Google官方偷來 我自己畫不出來 這太漂亮 對 它根的節點是後面這一個灰色的 然後它是樹的節點 root的節點 然後接著它有幾個trudor 它有幾個小孩 一個是這個藍色的框框 然後另外就是另外一個藍色的框框 另外一個是紅色的圓圈圈 所以它樹狀的下一個小孩就是藍色 跟紅色跟藍色 那這個藍色其實也有三個小孩 然後這邊就有三個小孩 這邊有三個小孩 所以UI大部分都是以這樣樹狀的結構去 去做儲存跟代表它的結構的 然後在JPG Compose 我們把它叫成叫做composition tree 那下一件事情是recomposition recomposition是怎麼一回事 剛剛不是有說就是update UI這件事情嗎 那我們在一個state 再換到下一個state中間發生的事情 就叫recomposition 它也就是說我同一個畫面 可能按鈕被點擊從紅色變成藍色 那這段期間它所執行的事情 就叫recomposition 就是在這一次的render 那來看一下一個很簡單的sample 現在有一個很簡單的畫面 然後我就按一個按鈕 按一個按鈕它都會加一個item 0 item 1 item 2 item 3 item 4 那這個composition tree長怎樣 就是後面有一個最底層的sample screen 它就是一整個畫面 然後還有一個list view 就是這些東西 還有button view就是這一個 那這個list view裡面還有很多小孩嘛 那小孩就是這些item 對這是一個簡單的tree的結構 那我在這邊這裡面的程式加幾個log 來監控它的recomposition是怎麼發生的 那等一下會看到source code 那反正依我在一開始寫source code裡面 它的recomposition是這樣發生的 就是一打開app 它會顯示說sample screen被render出來了 然後item this view也被render出來了 然後add button view也被render出來了 那這是顯示 這是代表說現在這是一個空的 沒有任何item的screen的執行的步驟 那現在我再按一下那個加號 會發生什麼事 我再按一下加號的時候 它會先從這個sample screen 再去做render一次 然後這個item list也再去做render 然後可是這時候數量就變1了嘛 它就有一個item 然後還有這個add button view也就是再render一次 那這時候也不一樣就是item0有被render 因為它就是加了一個新的item嘛 然後所以它也需要被render 好 那第二次耶 再按一次會發生什麼 可以發現其實前三個幾乎一模一樣 但是不一樣的事情是它只renderitem1 item0就不需要再render一次了 它是直接被略過了 這為什麼 是因為我們通常都需要節省效能 那如果已經確定一個東西 它就長一模一樣了 那我就不需要再render一次了 所以其實JPG compost有一個機制是說 它可以去判斷裡面是不是可以被最佳化的 有些事情不用再做一次 所以你可以看接下來 再按一次的話它也只renderitem2 再按4時也只renderitem3 好 所以就是recomposition 它可能背後可以很聰明的幫你做這件事情 其實剛剛這個還不是最altimal的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剛剛這個畫面 這個從頭到尾也是同一個加號 那為什麼每次它都要被recompose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也可以被剪 它只要第一次被render就好了 再接下這幾次也可以不用被render 但為什麼有這樣的差別 就是因為寫程式的寫法不一樣 它的render的判斷機制也不一樣 所以今天就要講說 到底它JPG compost的判斷機制 是如何讓我們能夠決定 哪些東西要被recompose 哪些東西不要被recompose OK 這邊有什麼問題嗎 應該還行 好 那接下來再說 它背後面是藏什麼秘密 好 接下來是就繼續介紹名詞 這些名詞也是要先介紹一下 一個在JPG compost中 一個view它都是 每個view都是一個function 這個東西真的是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以往就是想說一個view 可能是一個class 一個object 但在JPG compost中它是一個function 那在JPG compost的機制當中 一個compostable function 可以被加這兩個東西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metadata 就是或者是屬性 這個compostable function 可能可以是可以skippable 然後也可能是可以 同時是resolable跟skippable 那這兩個到底是有差在哪裡 那skippable就代表說 這個compost function compostable function 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被略過 也就是說它不用再被render一次 然後resolable是什麼回事 resolable就是代表 這個compostable function 可以再被render一次 也就是recomposition這件事情 如果有一個function 它沒有resolable的話 那它就永遠都不會被recompose 所以就是有這兩個概念 然後還有一個stability這個概念 那stability是什麼 就是剛剛是說function的部分 那function除了function本身的特性之外 還要有東西能夠決定 這個function的特性的東西存在 那這個就是function的parameter 那這個就是function的parameter 第二個參數 第二個參數 第三個參數 那這些參數其實就可以決定 它到最後是可不可以被skippable的 所以這個參數就是也有一些屬性 那這個參數的屬性 有大概分成兩種 一種是stable 一種是unstable 那stable其實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可以被重新使用 這個其實聽起來蠻抽象的 那其實之後你會慢慢理解 為什麼這個是被重新使用這個turn 來去說明這件事情 那一開始可以先理解為 它是immutable的 如果一個instance或一個變數 它是immutable的話 它這個function是可以被skippable的 那除了stable之外 任何其他東西都unstable 那我相信就是這樣聽起來是很抽象 所以我來舉幾個例子 在什麼情況下一個compostable可以被skipp 那其實剛剛是說嘛 那個compostable都是一個function 那我們就以數學來看看 怎樣的數學可以被skipp 一個數學的function可以被skipp 來去回推 這件事到底是怎麼去思考 怎麼去發生的 有人知道這個答案是什麼 那個5的5階 對120 然後下一個 1加到10點是多少 對55 那為什麼有些人可以瞬間回答出來 因為我們確定參數就是5嘛 就是不會有別的答案 不可能突然就明天變成平行時空變121嘛 不可能突然變125 所以這個概念是pure function的概念 就是有固定的輸出度 那它輸出一定是那一個 那這個其實也牽扯到functional programming 另外一個概念叫mailization 就是我對你知道你參數速度是什麼 那我就把它記起來 然後之後不管是什麼輸出 不管是在第二次還是第10次輸出 反正還是一模一樣 那就把結果把它copy過來就好了 就是為什麼一個composable function 可以basic 因為它知道輸入永遠是穩定的 那輸出永遠都是只有一種結果 所以一個composable function 它怎麼說可以basic 就是它所有pyrameter都是stable 就是永遠都是我可以預測的狀況 那它bender的view永遠都會一模一樣 OK 所以這是以數學來去回推說 那為什麼skip法可以發生這件事情 那來看幾個sample 那這幾個sample可以用藉由這個工具 這是Google提供的工具 我可以用在grader裡面加這一段code 然後去刨我整個專案 那這專案就是可以再藏一個report給我說 我哪些composable function有哪些特性 譬如說這個function greeting 它就是裡面一個text去寫hello我 那它跑這個report會出現什麼 它會出現restarable跟skippable 也就是說這個function是restarable跟skippable 我們可以先忽略restarable這一段 那skippable的話是因為它永遠都是穩定的嘛 它也沒有任何的參數 所以一定最後的結果一定都一樣 所以它可以被略過 那如果現在有多一個參數耶 那這個參數是一個string 可是大家也知道一個string 它如果是a 永遠都是a嘛 一個string它是一個immutable的type 它一定就是不管怎樣一定長一模一樣 所以它是stable的 它是穩定的 然後因為它是穩定的 所以這個function遇到 譬如說我第一次輸入是勝誘 第二次輸入也是勝誘 它不可能render長相不一樣嘛 所以render長相還是一模一樣 那它就不需要再render一次 所以它是可以被skip 那怎樣的情況下不能被skip 在於它如果是mutable的情況 就是它是一個class 可能把它包起來 然後裡面是一個var 知道開運特性的人就知道 其實這個value可以在任何時間點被改變 那如果它被改變的話 也就是說我沒辦法預測 它這次內容是不是還是一模一樣 如果它不能確保它是一模一樣的話 它就是unstable 所以它這個skippable也不見了 那這個就是代表什麼的事情 它每一次只要觸發recomposition 它這個function一定會都會被執行 永遠都不會被略過 ok 然後JPAD Compost還出了一些annotation 來幫助我們在一些情況下更好的處理這件事情 它叫做stable marker 它是一個反正是一個annotation 那這個annotation它有兩個subtype 一個是stable 一個是immutable 那這兩個其實有些微的差別 那現在可以先認定為 它就是代表immutable的意思 就是裡面的內容就是可能data class 然後它就代表它的值是value 但是呢其實在某些情況下 JPAD Compost沒辦法幫你推論出來 其中一個大家最討厭的case就是 這個model是從別的module call過來的 然後JPAD Compost就無法判斷了 這真的是一個超級奇怪的件事情 反正JPAD Compost沒辦法判斷別的module來的model 所以你要幫它加這個annotation 你才可以basic 然後stable stable其實以某種層面上來說 它是mutable的 那這個mutable其實是無傷大雅 那這mutable是什麼情況下無傷大雅 就是我知道這個instance 永遠都同一個的情況下它會是 它如果去用equals它會是相等的 然後我也確保一件事情 就是只要recomposition發生的時候 我這個function還是會永遠都會重新執行 然後它永遠都會吃到最新的東西 然後所以這個build長會一模一樣 我相信這一段也是有點抽象 但是如果寫JPAD Compost的人 可以去把這類推為state under個state mutable state 其實mutable state就是有加這個annotation 它的行為就是為這個而設計的 好 那所以說我把剛剛的範例再加immutable的話 發生什麼事情 它就會變成stable了 所以它也把這個skippable加上去了 那這個其實開發者要負責任啊 就是我把它加了就代表說 我跟JPAD Compost compiler說 這個東西我還負責不用你負責 我負責說這個東西是穩定的 然後有事情出包是我的事情 我不能發issue給Google說這個有問題 這個是我自己 我自己說這個immutable的 對 所以這個就是給我們這些開發者 一個空間說 我已經確保它一定是穩定的 我就加 然後就可以做一些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還有另外一個restaurable 這個是稍微另外提一下 怎樣的情況是它不是restaurable 我加一個inline 那inline在card是代表什麼事情 這代表說在compile的時候 它會把它全部展開 複製貼上到另外一段call 那既然都已經複製貼上 這代表它很難再去被 重新被呼叫嘛 那沒有辦法再重新被呼叫的話 就是沒辦法再重新被 重新開始 所以如果加個inline的話 它這個restaurable也不見了 然後它永遠都不會被restaur 然後 舉一個例子 就是 JPay Compose中的 Raw跟Colon 就是inline function 所以它們不是restaurable 只是題外話 好 終於要講到compiler 總要講source code 大概 請稍微科普一下 Compiler是什麼東西 Compiler就是在Colon Compiler有分funt end跟back end 這個並不是我們平常 在開發的funt end跟back end 它只是有些需要 需要去定義這樣的差別 那首先就是在Colon 在Compiler的時候 其實不管是Colon 其他需要被編譯的語言都一樣 它會先Parse成不同的token 那token裡面可能是if for或者是type alias 或者是public、private 這些東西都是token 或者是左括號、右括號 上以號、下以號 然後這些token Parse出來之後 它再幫它長成一棵樹 AST 就是Apistract Synthes Tree 它就是compiler用來理解 這個程式結構的一種結構 然後這個結構長出來之後 Colin做出一個更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它在生成一個叫做IR的東西 IR叫做它的縮寫是 intermedium representation的縮寫 它就代表中間的結構的representation 的意思 然後如果要對比我們日常開發 它是什麼概念 它就是model 如果一開始 我們可能這是type alias app 然後可能有打Rest for API 然後中間做一些處理 然後最後Render到View上面 那可以想像就是 View可能是後面這一段 然後一開始Rest for API 然後中間這一段model 就是intermedium representation 也就是說我可以從這個representation知道 我的呼叫者是誰 然後這個可不可以是public function 然後或者是它是不是inline function 或者它是不是recursive function 它可以有一些方便的function來去判斷說 我可不可以做什麼事情 然後做一些compiler的檢查 對 對 好 那如果對這邊更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這份文章 那cutting compiler主要就是在這裡面做事情 這裡面做一些手腳 好 因為我都已經知道這個 這整個程式裡面有哪些特性的嘛 那我就是在這個特性裡面去加程式碼 去剪程式碼 因為我知道這哪一段在幹嘛了 好 那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就以一樣的例子來說 這個 greeting 這個compile function 它其實最後被解成bicode 然後再從bicode decompile出來 會變成這樣子 會變成這樣子 那相信這個看起來也是很恐怖 所以 我再把它接續出來 這一段是代表skippable 也就是說 如果它符合這個情況的話 它就不會被skip 它就會去render 那如果else它就會skip 也就是說不去render這個text 那restarable是在這邊 它前面會去開始一個restarable group 然後最後面 它會再去判斷是不是要再去被restar 如果需要再被restar 就去呼叫自己function一次 所以它是recursive 那所以restarable的魔法就是在於 它就是recursive而已 它就是在呼叫自己一次 那其實因為這個是decompile過後code 那如果在calling 它其實是一個lambda 那這是一個optimization的關係 所以它變成這樣 那其實這個之後你可以想想 其實加這段code沒什麼意義 對 那個之後可以會再討論 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在說這一段 那skippable裡面到底是怎麼生成的 那如果去看原本sauce code的話 在這一段compostable function by body transformer 裡面有這一段 它這一段代表意思就是說 ir就是剛剛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 它有一個if then else的block 它就是一個類似extension的function 讓你比較好去生成程式碼 那這一整段就是生成它裡面的程式碼用的 那你可以看到else part就是its skip to ground end 就是這一part 再開始推到這邊 那再去看看說 那怎樣情況下可以被skip 那如果再追回去的話 可以看到這一個 一樣是在這個檔案裡面 然後它這個function就是來判斷說 某一個compostable function可可以被skip 它會毀成一部領子 裡面呢就去看所有pyrameter嘛 只是跟剛剛的推論一樣 那所有pyrameter去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它這個pyrameter有被用 然後而且它是require require就是它不是optional 就是那個等於嘛 那個有時候就在最後幾個pyrameter想要optional 然後最重要是這個 如果它某一個pyrameter是unstable的話 它就不能被skip 它直接return 就是這個function不能被skip 這邊還行 然後更重要的一段是 unstable這件事是怎麼被判斷的 所以這邊是看到is unstable 還有這邊這一段 然後再推回到這邊 所以一個stability是怎麼生成的 它其實速度就是那個pyrameter嘛 那所以一個stability 它是怎麼去做判斷的 這個也很有趣 那其實就是看它裡面的 因為這是IR嘛 IR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包含說它是in-on class 它是不是一個in-on entry 如果是的話它是stable 這個應該很合理 反正in-on它永遠是stable的 那如果它是primitive type 它也應該是stable嘛 對吧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然後這也很有趣 它已經考慮到portal buff的這一段了 所以一個portal buff 它就是一個stable 好 那這邊有幾個簡單的測試案例 它裡面有加一些測試test case 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一個class是4 它就是stable 那如果一個class裡面是var 它也是stable 那如果是var的話是unstable 還有像這個是如果是stableclass的話 它也判斷它是stable的 那這個很有趣就是 如果它是一個泛型的話 它現在還不知道 直到我知道這t是什麼時候 才知道它是不是stable的 好 反正最後的結論就是 有時候我們盡量會避免unstable 那其實unstable 跟這個function是 是不是可以被skid 是有連結的 那這個就已經略過 我有時間嗎 有人在幹嘛 好 好 好 demo一下 好 就是剛剛的那個程式 那其實可以看到這個 我再按一次 可以看到現在 啊不對 這個是另外一個 我在執行室 那我如果按了一下的話 可以發現 你怎麼這樣 看一下喔 button 歐歐歐 我不小心 劇透了 我把它削掉 好 太好了 大家沒看到 所以你看這個按這個按鈕嘛 這按鈕每次都會被 recompose 你怎麼沒有被recompose 應該要啊 嗯 嗯 還是我把那個log拿掉 button 有 有 我猜應該是某個cache的問題 好 不管 就是 總之如果你是pass一個 這個viewmodel進來 它很明顯就不是一個stable的parameter 那如果想要讓它可以被skip掉的話 有不同的做法 其中一個很暴力的做法是直接把它變成stable 那這個做法有點太暴力了 然後另外一個更推薦的做法是把這個parameter 以不同方法變stable 那它就是把它變成nanda就好了 那它就是把它變成nanda就好了 那它就會變成一個case-based skip的function 不算 它就是把你的parameter變成stable 然後所以它就是它屬性就變不一樣了 對 大概recomposition 如果你要管performance這件事情的話 是這麼一回事 對 好 然後我主要分享的動機是因為看這本書 JPEG Compost Internal 非常推薦 如果想要知道裡面到底在幹嘛的話 可以讀這本書 然後 我還有滿多一些參考範例的 然後這個也很推薦 如果你不想看英文 這個是有一個中國人去寫compiler 它裡面的很多事情 投影片應該之後會發出去 沒有嗎 好 那有什麼社群可以讓我發 我會發生android台北社群好了 去android台北看 我會發現它連結 共筆 好好好 那我發共筆好了 還有這些是英文的par 那個medium的文章 這些都滿推薦可以看的 然後還有dracon2022一個影片 如果不想看文章可以看影片 它在解釋compiler跟run time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 就這樣 有沒有問題 有點超時 對還有jcconf會有 我已經有投稿到有上 到時候會是45分鐘 會有更多時間可以講 對 對 好 沒有高動的可以舉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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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不想說這樣 有 有 其實我覺得可以直接用 因為 也是 不管你導作什麼都有學期成本嘛 那只要你們的專案不會 對 因為這學期成本是可以負擔的話 那就是用 而且 因為它的那個 背過的comfability還滿好的 你 就是在怎麼 jcconf再怎麼爛 也可以 最後可以用包的方法 去包好原本的native的做法 所以它永遠都是 向下向那種可以交互使用 所以就是 直接用是沒問題 然後另外考慮 可能是APK size 但是 其實就要加一點點而已 所以應該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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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